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民进党决定台北市长选举启动征召程序,原本就期待三强竞逐的国民党虽然大表出乎意料,但仍难掩欣喜,评估除非这局民进党打假球,否则最后是必拦,绿归队,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即可能沦为第三。 国民党人士并分析,未来民进党征召人选后,要在与柯文哲合作的可能性已经很低,评估民进党最可能且顺理成章的人选应该就是立委姚文志,但结局一样都会是书。 这名人士指出,对国民党而言,台北市长一亿,绿营最强人选还是行政院长赖清德,而且先前外界民调显示,赖清德支持度只有十几%的情况,应该是被低估,如果最后是推赖清德出马,他有市政治理经验,就会与推出姚文志的情况有极大差别,而且对选民的说服力更高。 如果人选是姚文志,就只是新人挑战,这位人士还说,赖清德参选意愿不高,除非蔡英文总统要把柯文哲,赖清德在2020大选前交给国民党一次歼灭,蓝颖人士表示,原本民进党高层与柯文哲是郎有情,妹有义,没想到最后却走上分手的道路,完全出乎蓝颖意料之外。 如果民进党未来推出强棒人选,柯文哲就只剩下台北市府于望军,柯文哲虽称要挑战一日双塔,但可能刚从鼻头脚出发后,就会发现前轮,绿营支持者,与后轮,打台北市弊案,都已经不见,选举结束时都还走不出北部。 党内人士指出,国民党会在台北市提出城市新愿景,而且对丁手中很有信心,毕竟丁已经准备24年,而且昨天已经与前党主席连战见面,在党内整合已有好的结果。 党内人士指出,国民党会在台北市场上发行事件。 和圆远前沟尔旅开我们的表援发行事件。 党内人士指出,国民党会与私将的程序,中的国民党会在台北市场上发行事件。